歡迎收看每日的焦點新聞 政府將行棄延續建行大部分的社交距離措施 有效期14天直到10月27日為止 並就健身中心新增兩項疫苗氣泡的安排 食衛局發言人說 如果健身中心符合各項包括通風標準等額外的防疫要求 可以在員工已經完成接種疫苗 以及參加者配戴口罩下 放寬訓練小組或課堂分組人數的上限達12人 以及在所有員工和使用者均以完成接種疫苗的情況下 容許顧客在運動時無需配戴口罩 食衛局發言人也說 現在在國際間流行的變異病毒株傳播力極強 即使本港已經實施極嚴密的外防輸入措施 仍然有機會出現少數本地個案 為防止疫情在社區爆發 當局有必要維持大部分現行社交距離措施 說到社交活動當然要提電影 不如一起和巴斯迪布總編輯你和談談 你和內地電影《長津湖》上映第12日 票房突破40億人民幣 外媒都關注中國電影的前景 你好阿杰 直至10月12日下午1時 當中長津湖累計票房超過42.5億人民幣 正式超過了 《復仇者聯盟4》的中國市場票房成績 暫時位列中國電影史上的票房榜是第6位 業界認為有望衝擊中國電影票房市的冠軍位置 是《戰狼2》創下的57億元的記錄 近日多間外國媒體注意到 這部票房超過同期荷里活巨制的中國國產電影 並評論認為 這是中國不再需要荷里活大片的猶一力證 美國商業內幕網4日報道稱 長津湖的成功是中國國產電影的又一次勝利 票房超越了美國同期的大片 領跑全球的票房 南加州大學政治學教授斯坦尼羅森指出 中國國產電影的價值已經超越越來越高 同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也發表文章評論 評論到電影《長津湖》 雖然CNN形容這部電影是雪教式電影 但也指出這部贊重中國軍人英雄精神的電影 在中國十一國慶假期期間的票房表現突出 文章還指出 去年中國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 另外根據美國之家歌《論壇報》5日報道 今年中國國慶假期 同日美國的紐約時報評論中國國產電影《長津湖》時說 這部電影上演後不僅單日的票房打破了紀錄 累計的票房也非常可觀 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中國電影史上最成功的電影之一 而法國的《法蘭西西部報》6日報道說 中國國產電影《長津湖》票房 超過了同期荷里活巨制 票房之高令人印象深刻 報導分析這部電影的成功 除了得益於政府的支持 以及廣告宣傳 也離不開精良製作 並且列舉出電影中的群演達到7萬人之多 而美國福布斯雜誌亦報導稱 中國電影《長津湖》持續火爆 上演頭6天單在中國已經累計票房收入 超過了電影、失控玩家、信條、黑寡婦等 全球累計票房的收入 報導評論說 這是中國不再需要荷里活大扁的猶一力證 而英國《泰晤士報》就報導 這部電影的票房近期達到全球最高 不再靠占士邦或萬威超級英雄 而是著眼於一場對美戰爭的勝利 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中國戰爭史詩 阿傑 謝謝你 香港教育大學宣布將於明年1月1日起 全面恢復面秀課堂 校方實施新的防疫要求 下方指將會推出網上匯報系統 公司身上載疫苗或檢測紀錄 訪客如果要進入校園 需要事前向有關部門申請 並且在到訪當日出示有效的電子通行證 如果因健康理由而未能接種疫苗 私生開出示醫生證明申請檢測之助 而校方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 民主黨宣布今年年底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黨內的申選提名期截止 沒有收到任何黨員提交報名表格 意味著民主黨不會參與 接下來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早前曾表達有意參選立法會的六社公運領袖 民主黨成員韓東方表示 僅獲得9人提名 距離門檻的40人十分遙遠 一直推動民主黨參選的創黨成員 前立法會員李華明說 心情感到矛盾 對於韓東方因為高門檻而未能出選感到失望 至於他個人在民主黨的去留 他說他會視乎中委會提出的未來四年計劃 同方向移定 會視乎相關計劃同方向有沒有重大突破 坦日中委會提交的意見 仍然是繼續延續地區工作等等的空犯建議 作為創黨成員的他將會無奈地退黨 民主黨副主席梁易亭都認為民主黨今次的提名門檻相當困難 近乎是任何一個人都沒有機會拿得到 又說民主黨不參與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方向 不是黨內所有人的想法 他坦然未來民主黨將會在不少的掣肘下繼續做民生工作 他目前未有考慮退黨 仍然希望李華明可以繼續留下 日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時嫌去年在Twitter發文 接受多間的海外媒體訪問 請求外國制裁等 被控村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和村謀妨礙司法公正等三罪 日傳媒和已經停刊的《蘋果日報》六名前高層 連同集團旗下的三間公司早前也先後被控一項 村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三序案件今天早上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提訊日 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總裁判官羅德傳 應控方的申請將案件押後到12月28日上午 作第二次提訊日以待進行交付的程序 期間全部被告繼續還押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女總裁 格奧爾基耶娃被指在數年前在世界銀行擔任行政總裁期間 向下屬施壓要求他們改動資料數據 讓那些數據看來對中國有利 國際會執行委員會開會審試過相關證據和指控後 認為沒有證據證明 格奧爾基耶娃作出了不當行為 宣布完全信任他 意味著格奧爾基耶娃可以留任和繼續領導IMF 68歲的格奧爾基耶娃作出了回應 對於執行委員會的決定表示歡迎 並重申外界對於他所提出的指控是毫無根據 他表示會繼續堅定不移地持守國際會 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的獨立性和完整 並尊重所有持守這些機構價值觀的人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國際社會立即採取行動 以避免阿富汗的經濟崩潰 古特雷斯說聯合國正是積極向阿富汗人提供人道援助 他又說阿富汗的經濟過去20年一直都是靠外國的支援 由於海外的資產被凍結 國際的發展援助中斷 目前阿富汗的經濟面臨分崩離式的局面 呼籲國際社會立即採取行動 古特雷斯說現在是關乎成敗的關鍵時刻 如果不再採取行動 阿富汗乃至整個世界都會付出沉醇的代價 向阿富汗的經濟注入流動性 應該和是不是承認塔利班的政權等問題 應該區分起來 他強調聯合國的人道救援 正得到塔利班方面的配合 而塔利班也在必要時為人道的行動 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今天的焦點新聞到此結束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謝謝大家